你这些年 干得不错呀 从咱福利院出去的小孩 就你最有出息 还行吗 记得那时候在福利院啊 那是墙壁上都有你的脚印 没有你干不出来的事 还记得隔壁那小光头吗 他老还欺负你 你啊就是不服气 你们呀就老打架老打架 还记得隔壁那小光头吗 这打的哟 都成了我们福利院的老大男了 我现在啊长大了 长大了什么呀 在我眼里啊 你就是小孩 其实啊 若修才是孩子 多亏啊你过来帮我 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咱福利院不就是给这些 没爸没妈的孩子找个家吗 他跟我不一样 他的亲生父母都在 你说他爸妈到底是为什么呀 四乔医生 若修得做第二次输钱准备了 手术同意输 可以手输了 咱们出去说 那我出去一下 走 好 现在看起来指标还算正常 要注意一点 宫廷刚刚去世了 心胸外科已经派人去拿共心了 可是 怎么了 不是可以安排手术了吗 不是安排手术这么简单 这是收费单 这么多钱啊 没事 那我想办法吧 你想办法 你能想什么办法呀 搞自杀 这个你就别管了 adv Welet 呀 这台手术真的是余飞医生做吗 那当然啦 老陆可是在大院长面前 拍着胸谱保证的 而且啊 于飞 她也算会做手术的 手术同意书 谁欠啊 她妈妈不是 没事 我会想办法的 怎么什么都你想办法 你这哪儿若秀 当自己的孩子了 以前没有人管我 现在我管她 没事 你去忙吧